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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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累了什么都不管 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 暂停忙碌的打转 想脱掉责任感 想脱掉白衬衫 做些事让心情释然 不为别人认识自己喜欢 太多眼里的拼盘 想永远被存在 是自找麻烦 不如自然 终于那自我的人最勇敢 面对最热爱的 其实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 自由自在 那就更浪漫 想 放假 像阳光 想 疯狂 找一片蔚蓝大海 痛快冲浪 找一个豪华邦想 用所有嗨个长相 放假 想接放下 分享 找一副开心电影 笑得很爽 找一瞬之心朋友 从黄昏亮到天灰亮 好 凤姐 招呼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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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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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枪子啊 这么乱放 来来来 快点快点啊 来了来了 快点啊 谁的啊 按手按手 真是的 那么调皮啊 是 想吃什么 儿子 我想吃叉烧包 好 叉烧包 妈 我们的位置被人家占了 是啊 儿子 没事吧 疼不疼啊 谁把箱子放在这儿 来我给你揉揉 疼不疼啊 你的东西挡着我了 这东西不是我的 你的东西挡着我了 这东西不是我的 你踢过来干什么呀 就你一个人要过 我们也要过 你干嘛一定要踢过来呢 我过不去了 你看不到我们想要 梁夫人文夫人 现在是你们挡住我了 走啊 来来来 小心小心 哦 嘿 点心的 梁夫人 请试一下我们的新点心 谢谢啊 哎呦 哎呦 上衣袖的后面 不错 你随便 哎呀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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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皮箱呢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皮箱啊 知不知道我的皮箱在哪啊 皮箱啊 皮箱啊 什么皮箱啊 什么呀 哎呀 哎呀 你们七嘴八舌的 到底是找到没有啊 我们都已经找遍整间店铺了 都找不到啊 哎 他 他踢过那只皮箱 我亲眼看到的 嗯 你以为我是瞎子啊 你发誓你没有碰过 哦 呃 其实呢 我也碰过那只皮箱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弄丢的 哎呀 晋长 你不要抓我姐 要抓就抓我 我也碰过那个箱子的 我姐绝对没碰过 哎呀 我发誓 哎呀 哎呀 看哪看哪看哪 人做事天在看 你们哪 还是诚实点供出来吧 什么嘛 打雷闪电本来就是自然现象咯 跟我们没关系的 拳打脚踢又是什么现象呢哦 你恐吓我啊 那阵长你呢 你有没有碰过皮箱啊 哦 阵长啊阵长啊 我们来自首 其实呢 刚才我们也在三元九菜馆 我们也碰过那个皮箱 就在阵长碰过之后 哇 你们也在那里 我怎么没看到 难道我们偷懒也要被你看见吗 你们俩找抽啊 偷懒 我的人 我自己教训就行了 哎 总而言之 现在谁是真凶都不重要了 嗯 最重要的就是能把皮箱找回来 因为里面的东西 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么重要 总之 就是很重要很重要啊 有多重要啊 过几天 我就要离开三元镇外出做生意了 离开之前呢 我一定要找回这个箱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箱子对我来说 真的是好重要好重要的 像当初 我外出游学的时候 我也曾经有过遗失包袱的经历 那一种心情 我明白的 我们应该伸出援手 只不过 只不过 人世间 皮箱多如繁星 湘海茫茫 怎么找啊 这是知父 莫若子啊 是霸你教导有方而已 是你天资聪明啊 是霸你学习渊博 是你虚心相学 想到办法没有 想想吧 既然这个箱子这么重要 我们保之堂 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找回来 为三元镇出一份力 嗯 嗯 妈 人家只是不见了个皮箱而已 关三元镇什么事啊 哎呀 因为皮箱是在三元镇不见的 如果传出去了呢 人家就会说我们三元镇质安很差 以后哪还有商旅敢在这里过境流速 不仅影响三元镇的声誉 还破坏三元镇的形象 直接打击我们的经济 削弱我们的仗值地位 总之 凡是关于国家天下 足以改写历史的大事 我们作为习武之人 绝对是有责任的 说得好 说得对 总之呢 我们为三元镇立了功 我们保之堂就沾光了 这次啊 我们一定先拔头筹 不好意思 是我们杰作仙当才对啊 没疼免呢 啊 文先生 文先生 你真是聪明啊 能够想到回案发现场找线索 真是厉害厉害 不敢当 文先生 你能够想到案件重演 一样厉害厉害 见下见下 其实呢 这两个方法听起来 好像是一样的 有什么不同啊 没什么不同啊 他们作秀了 当时箱子呢 是放在这里的 那么第一个碰箱子的人是谁啊 我 是我 第一个是我 不是的 我虽然不记得 但一定不是你 我记得 是文夫人先碰过箱子 梁师母在碰的 听到没有啊 可我记得是晶晶姑娘 踢开箱子 然后再到我妈这儿的 那 帮礼不帮亲 真是个乖儿子 不如这样吧 我们重演一下 箱子失踪的路线了 我记得 我记得 拍摄 拍摄 黄 好好笑 很好笑 笑什么 你知道吗 说 好 让我来说 实情是这样的 把糊给我 这个糊原本呢 是放在这里的 好 让我来说 这个凤姐呢觉得这个糊放在这里挨脚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边了 箱子 对 少堂呢要拿开水过去 见到这个糊呢放在这里挨脚 就把它放在了桌子上面 箱子 展才呢来了之后想坐在这里 然后他呢就把这个糊拿到了桌子上面 箱子 对啊 对对对对 然后失职呢 就把这个箱子放在了这里 胡啊 诶 诶 叔叔公 那天你在这里吗 没有啊 我只是猜一下而已 这是好一宗历史的悬案啊 就是呀 本来想按键重演 谁想到弄得一团糟 哎哎哎哎 宗台见效 这是施礼施礼 无所谓啊 这样吧 我出钱找箱子 如果谁帮忙能够把箱子找回来 我出五百大洋 哎 就那儿吧 哦 你来这里干什么 闭眼睛瞎了 贴寻箱起誓嘛 真是根屁虫我贴你也贴 明明是我先想到的嘛 不知道谁是根屁虫呢 我也回说十年前就想到这个方法了 这个画的奇奇怪怪弯弯弯扭扭的豆腐也可以叫行李箱啊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我贴的这个是栩栩如生的行李箱啊 不能就别说 栩栩如生 走 这个叫栩栩如生 颜色没有拉手没有连条绳都没有啊 像什么呢 豆腐 火柴盒 砖头 哎 别浪费 那边 好 画的好看有什么用 贴的快就行啊 你看我们身手敏捷动作快 单手贴都赢你 贴的快有什么用啊 让人看明白才行啊 对啊 儿子 我们呢采取人叮人的战术 一人发一张 好 天我们也会人叮人的啊 妈是吧 我们这里有那么多 你们够不够发啊 你这就叫多啊 那这做什么呀 没错 我们没你们画的那么古怪 那上菜够多啊 每家每户发几张都行啊 这么久都还没回来 怕是弄不成了 做人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气馁呢 就算天大地大 只要那个箱子一天还存在这人世之间 我们就有机会找到它 不能这么说 如果掉进河里了 又不知道飘去哪儿 又或者像妹妹那样 睡了宗 就几十年都找不回来了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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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箱子找回来了 静静 这个箱子是在村口那棵榕树下面捡到的 还是在土地庙那里捡到的啊 在蒙古 蒙古 等一下 蒙古这么远 你有千里眼啊 没有啊 不过呢 我眼睛间 让我在案发现场呢 找到了这个皮箱 这个呢 的确是蒙古人用的箱子 连你也知道啊 横看树看都是个普通的皮箱 你怎么知道它是蒙古的 那当然了 有牌子嘛 你看 蒙古 托克托大草原八号蒙古包 哪里写着呢 无缘无故多了个皮箱 怎么办好呢 好多钱哪 静叔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偷看人家的私人财物呢 真没理由 好多钱啊 你们说堆掉的那个皮箱里面 会不会也有这么多钱啊 镇长 温夫人 你拉我过来干什么呀 你一下子又转回到这里来 这又怎么找啊 你听那个大话经说 不如听我说啊 我儿子一定能帮你找到那个蒙古人的 你儿子 是他还是他呀 是他 孩儿 你是不是能够让那个蒙古人出来啊 如果是的话呢 你就说给大家听吧 儿子 这关系到三元镇的声誉 文家的名誉啊 全靠你了啊 老弟 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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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在里面不出声啊 温夫人 算了吧 先别走 出来了 出来了 爸 妈 既然你们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 那我就详细的把事情分析给你们听 好 请 请请请 照我计算蒙古人现在已经赶回三元镇 首先蒙古人会在他离开二十六个小时之后 才发现他拿错了别人的箱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他才刚刚回到家 才会把箱子打开拿衣服来换 不是啊 按理说他的客栈水就会打开洗礼箱的 没错啊 按理是这么说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呢 他参加了旅游团 跟旅游团有什么关系 你想一想啊 他一个人来三元镇玩 还可以一个人拿那么多钱回去 就证明啊 他那个旅游团很差劲 没带他们去哪里玩 当然呢也没有带他们去买什么礼物 这样才会剩下那么多钱回去咯 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啊 一个这么差劲的旅游团 就代表他不能每晚都有客栈过夜 每天都要赶车赶船赶马 很可能要一天多的时间才能找到一家客栈 好好地休息一下打开行李箱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那他也要回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行李箱不是他的呢 他要问一下团友 问一下之前发生什么事 这样问一下又要两个小时咯 那又怎么样呢 他要是打开行李箱 看到里面的东西有那么值钱 他会不拿走啊 错 地上捡到宝啊 按照蒙古人这么老实忠厚的性格 我觉得他一定会物归原主的 嗯 更何况呢 他还留下这么多钱在这儿 可是他又不能够立刻回来 又要问团友借点路费 还得问清楚回头的路该怎么走 这么算起来又要多用一个小时 那就是剩下 二十三个小时多一点 他一个人走的话呢 不像旅游团那样拖家带小的 应该可以走快一点 我想十九个小时多一点吧 他就可以回来了 那还不快点赶过去 等一下 一个人呢 懵懵懂懂的找车找船 又不够钱做特快火车 要迟一点回来 四个小时左右吧 这一刻呢 我想他刚刚回到三元镇 那我们快去接他吧 哎呀 那我们不用这么着急 他回来一定会去三元韭菜馆的 孩儿 那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发呀 你也知道 早到好过迟到吗 按你们这么着急 一秒走四步 好 现在出来 刚刚好 妈爱死你了 嘿嘿嘿 没什么咯 小事情 聪明儿子 我们走吧趁长 好好好 走走 这些事一般人都想得到 杨师母来喝茶 杨师母来来来来来 我今天要不是来喝茶的 我来见人的 好那随便坐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哎 哎 客官 住宿还是喝茶 哎 蒙古人来了 哎 蒙古人哥哥 哎 你是不是丢了个行李箱 又拿错了别人的 是啊 你怎么知道 那就好了 哎 我把你找回来了 哎 这个皮箱我帮你还给人家吧 那 好 你看 等一下 你又来抢什么 抢什么呀 喂 这箱子是我找回来的 你脚短帮不了忙的 你就能帮忙吗 蒙古大哥你别信他啊 他差点把你的钱给了人家啊 喂 你 你说什么呀 不是吗 你们干嘛这么吵啊 哎呀客官太好了 你的箱子找回来了 真的 是不是这个啊 是啊 就是这个 你把我找回来 真是谢谢你们的 不用客气 你要走了吗 是啊 车子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如果这生意不做 会死人的 死不了 我送你 我送你出去啊 多谢多谢 快点啊 不然就来不及了 快走 快走 快点啊 谢谢啊 急了 走快点啊 好了 我帮你 你先上车吧 好好好 上车上车 那记得有机会 再来三明镇啊 谢谢谢谢 来快点 不然我们上了 再见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有时间再来三明镇啊 哎 哎 两舍母 吴文夫人 哎呀 这么快就把人送走了啊 那还用说 好在我聪明把少堂追回来了 不然箱子拿不回来 说得好像你一个人的功劳一样 好在我手快啊 喝茶 真不知道是谁放的 怎么会这样 哎呀 在下正想问两位夫人 为何这个箱子会在门外的呢 我们看到这个箱子 就把它拿进来了 是啊 哦 你 嗯 事到如今呢 我们唯有先帮那位富商先生 保管好这个皮箱子 等一个月之后他做完生意 回来三元镇的时候 再物归原主 对 虽然是晚点还给人家 但总算是力保不施 这个做法既不施信于人 又可以保住三元镇的生育 好 好 嗯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决定了 回家吧 哎 你们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我们还没有决定 这个皮箱由谁来保管呢 哇 这么有意义的好事 当然是留给文老师了 那在下就为善不甘仁厚 不行 这么大的责任 当然是留给重道义的梁师傅了 对 对 我 那我良心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 你有病啊 万一有什么损失怎么办 弄不好 连生谢都没有 还有赔偿呢 保管的那个人呢 是要担责任的 再说了 日日夜夜 提心吊胆 那个箱子又这么大 占地方呀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要保证它没救没破 没灰尘没发霉 没蛀虫没病行 有空还把它擦干净 很难保养的 一句话把它说完就是 实力不讨好 不做呢好过做 随时背黑锅 提心又掉胆的 这么个烫瘦的山芋 再怎么说也不能要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来决定 谁来保管这个箱子 你 我 你们猜一下 那皮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皮箱 那个皮箱 这么快就忘记了 这么没记性 那个富商先生留下的箱子 是那个呀 那个先生说过了 箱子里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还说了 这箱子里的东西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不用说了 肯定是那些既珍贵又非常稀有的东西了 那是什么呀 是啊 按我说 我说这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一定是 是什么 穆爱 因为一定是他娘亲亲手做的布娃娃 他从小抱到现在 我呀 我也要抱这个布娃娃才能睡觉的 要我说啊 里面放的一定是行馆图 现在全国的年轻人都在玩这个游戏呢 不会玩这个就真的跟不上潮流了 哇 客箱儿这有多珍贵了 妈 我可不可以买啊 不可以 不能买 一天到晚就想着玩 不用练功啊 说的对 做人嘛 尤其是我们蔡里佛的后人 一定要练好一身功夫才行 相信这箱子里面一定放着一本江湖失传已久的至高无上的武功秘籍 嗯 照我看呢 有可能是一本由神龙医蕴留下来 但又失传已久的医术食疗秘籍 嗯 不管怎么样 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有什么东西比自己的性命更要紧啊 有 有比我的命更要紧的东西 我想到了 这个皮箱 无论放的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 与智林的下落有关呢 嗯 你说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么重要 一定是一些很值钱的东西 照我看 这一切都是一种掩饰 嗯 那个富商 很可能是政府的一位高官 又或者是一个密探 而皮箱里的东西呢 很有可能是政府机密的档案 哇 爸 爸 爸 你说那份政府机密档案上写的东西 是关于战争 科学 文化古迹 还是 超自然现象啊 什么都有可能 不过 最有可能的是 一首还没有公开的新词 老公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是 嗯 嗯 不过呢 里面可能会有 嗯 白兰西香水啦 白兰西散啦 白兰西帽子啦 女子艾美 天性 天性啊 我说你们呢 想象里真是太丰富了 要我说啊 要我说啊 这里面一定是装着钱 有很多很多的钱 有黄金啊 钻石啦 珠宝啦 玛瑙啦 哇 等一下 可能也不一定的啊 嗯 孩子 你终于已经明白到 银两并不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啊 嗯 当然不是了 我想里面百分之百是一张藏宝图 哎 你们个个都猜错啦 啊 你有什么高线 我看这个箱子 里面是 是什么 另一个箱子 请 是什么 又怎么才知道啊 妈 不如我们今晚把它打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好啊 不行 读书人 咱们能够偷看人家的东西 这很缺德的 哎 照我说呢 别照我说了 就是说到天亮也说不完的啊 嗯 那个 睡把碗收拾一下啊 我很累了 去睡觉了啊 嗯 我去洗澡啊 我去洗锅 喂 今晚轮到你洗碗呢 哎呀不行啊 我要洗走了 你不够就继续吃吧 我陪你 嗯 吃啊 哎 女人不睡呢 很容易老的 早点睡 睡足十个小时 老太爷 晚安 啊 哎 夫人 你睡了 晚晚 里面装了多少钱 干嘛要猜来猜去啊 打开看不就知道了 不买就算喽 借来玩玩总可以吧 我真不明白夜嫌衣做成黑乎乎的一点都不抢眼 好在我有办法 好在我有办法 志明 只要打开这个箱子 我们母女就可以团聚了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是啊 吃饱饭没事做 嗯 八卦就八卦喽 找什么借口 我们四个是八卦 那外面那个是谁啊 嗯 嗯 啥子呀救命呀 喂 现在你才是贼 镇长 想不到你也这么八卦 哦 哦 是啊 我也想知道这个行李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啊 新冠图你也喜欢呢 什么 行行行行 行冠你个套屋啊 里面一定是天下第一阵的降壮才是 哈哈 由于镇长心术不正 牵手自盗的原因 我们一致通过 另外再选个人 来当这个行李箱的看守人 也对 也对 那 选谁呢 当然是我了 哼 怎么 你还想偷看呢 哼 你想进水楼台先得月吧 我就是最能信的过的 信你才怪 不信我拿到信你吗 当然信我好过信你了 你拿都拿不起啊 还说保管 好了 先做个深呼吸 大家冷静一下 再这样争下去 不如让我一掌皮为两半 一人拿一半好了 好啊 两位夫人冷静点 冷静点 那与其两败俱伤 倒不如渔翁得利 怎么样呢 啊 我的意思是想找一个比较中肯的人 看守这个箱子 我赞成 那找谁合适啊 应该找 这 我 就这么定了吧 这个行李箱呢 就先放在三元韭菜馆里 你可一定要保管好它呀 惨了 我把它放哪里好呢 哎呀 放在天井里 哎呀 日晒雨淋的 那样可不行啊 放在厨房里 哎呀 那么多蟑螂和油烟呢 哎呀 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那我不确实有罪了吗 哎呀 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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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坏了一点呢 不知道是我手汗太多 还是指甲太长啊 哎呀 惨了惨了怎么办呢 哎呀 哎呀 我透不过气了 什么呀 是不是我和这个箱子无心不合呀 哎呀 不是的姐 是你压力太大 焦虑过多而已 你看 你看眼就成这样了 如果再多看见 那它会疯的 快去休息一会吧 那可怎么办啊 这也不行 是那也不行 事到如今 只有我来带罪立功啊 小美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 有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和梁师傅在较早前 已经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办法非常简单 由我们文良两家轮流看守 为了以防空手那家过来偷看 另外一家可以派一个代表出来看守着 就这样 就是这样 原来你们早就有办法了 是啊 当然不早说 你们大家放心吧 我会打足精神看住梁师母的 你有精神在说吧 其实呢 用不着过来守着我的 我蔡克南是一个非常有自治能力的人 拿点男子汉气该出来 今天全靠你了 全靠你了 要不要坐会儿啊 坐吧 冲壶茶给你喝啊 不用了 累不累啊 要不要睡一会儿 梁师母 我的身体已经好很多了 我能顶住的 好很多了 不如我教你两项功夫 让你更加龙马精神 来 打开脚 扎个马步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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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梁师傅举高 对了 举高 眼睛要看前方 气在丹田 别动啊 千万别动 现在是不是觉得精神点了 不知道啊 还要扎多久啊 扎多久 扎到你觉得头晕晕的就差不多了 不要想那么多事情 把眼睛闭起来 对了 这样眼睛会好点 对了 不要算啊 闭上眼睛 别睁开 知道吗 行了没有啊 不要啊 你这样语状会伤筋脉的 细手 芝蓉姑娘 很久没见了 是啊 好久没见了 你好吗 我挺好的 你有心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 我也挺好的 不过现在觉得好晕啊 头晕啊 那你到那边去啊 我帮你摆一下脉啊 来 来 走 走 这都不用那么费劲了 叫芝蓉出来就行了 妈 不用啊 我知道 上进卖 不是啊 我是让你别偷看呢 哦 老师母你想偷看呢 展才啊 我们搬过去再把麦 这样安全一点 这 这是你打不中流 帮外不帮轻 她只是帮礼不帮轻 秉公办礼而已 那今天你真要给我秉公办礼才行 有什么动静呢 你就打得他们鼻青脸肘 千万别像那个药罐子那么没用 我知道了 今晚我一句话都不说 专心看守箱子 清醒点啊 哦 啊 请 请 谢谢 芝蓉 坐呀 你也累了 芝蓉啊 你口渴不渴 肚子饿不饿啊 吃点东西吧 你最喜欢吃东西的 哎呀 最近呢 我老是觉得头疼疼的 芝蓉啊 不如你帮我摆一下麦吧 怎么样 我怎么样 说啊 别怕说 告诉我 芝蓉 她的意思是说 你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说话比较多 有点儿 口气而已 我进去叫她们包点儿凉茶给你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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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你眼观六路啊 你 你也是一清而用啊 还是你厉害 斩才大哥 你也有很多本事的啊 芝蓉姑娘 讲完没有 哎 妈不要啊 我手无负极之力的 你是不是想势强凌弱啊 打我啊 妈 你不要这样啊 不要吧妈 妈 妈 你还没有打够啊 你是不是想打死我啊 不单是女大不中流啊 哎 嗨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你们分别派一个人去对方的家里 结果呢还是弄成美米下锅 啊 什么意思啊 一团糟 最近你一定很少做饭了 啊 我不管那么多 你们快点给我再想个办法出来 嗯 嗯 有 古是战国时代 六国互交人质 制衡对方 以保和平 我们可以效仿啊 嗯 什么 这个 派一个人去他家还要做人质啊 哇 那怎么行啊 他家的人那么狠毒 一定会虐待我女儿的 哪有你毒啊 我不知道你会弄些什么给我儿子吃 吃死我儿子 两位夫人不要吵了 嗯 想办法嘛 别生气啊 其实文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 不过用到人质这个词 好像猛了点 不如我们试一下用对方 是不是好听一点 这是知我者 莫过于梁师傅啊 就是嘛 大家拿出最贵重的东西 放在对方家里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行 我家随便一只千年人参都很贵重的 他们家有什么呀 只有那些破字画 知什么气 你家那些烂人参 漫大街都有的卖啊 我们就不一样了 没有听说过吗 王希致的莫保有钱都买不到啊 我怕你卖了那间破屋子都赔不起啊 不 夫人 这样好不好 与其劳师动众搬来搬去 不如我们想一样既重要又简单的东西 放在对方家里好不好 什么意思啊 讲了得于没讲 我想到了 每个人在他的一生里面都有一样东西 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但这样东西呢 是既摸不到又抓不住的 是思想 空气 我知道了 是放屁 是秘密 是秘密 没错 是秘密 我们可以各自将一个重要的秘密写下来 然后放进一个箱子里面 将箱子加密封好 交由对方就可以了 没错 如果看守行李的那家把行李箱打开的话 对方就可以把他的秘密打开看 到时候有什么把柄给人家抓住 或者是宣扬出去都是自作自受了 我明白了 就是说如果文夫人偷看了这个西营李箱 那么梁师母呢就可以打开那个文夫人放在梁师母家的那个藏着文夫人秘密的箱子 如果他写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去那怎么办 他 很难讲的 你说我 你这人弄丢我女儿都不肯承认 还可把秘密写进去 关于这个问题 我绝对相信梁师父一定会公平公正的帮我们坚持好这个箱子的 我也相信文先生不会寻思包庇的 贪妥就好了 这样就公平公正了 就这么定了 这个箱子我来做公正 你千万不要耍赖 如果被我知道 我就让你的秘密传到全阵都知道 你管好你自己 好好写 不然的话 保证全阵孝祖你三年呢 师叔 过来帮我写点东西 写什么 我告诉你 是这样啊 简单 写好了 写什么呀 拿过来看看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这是我的秘密吗 我有隐私的 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隐私 你对我也有隐私呀 拿了 不给 好 不看 你给我 阿南 你有没有搞错呀 平时你教女儿要堂堂正正的 自己竟然耍小动作 你看 什么嘛 如果我不打开行李箱来看 怎么会有人知道我这张是白纸 有什么要进的 你是既想打开行李箱 又不想给别人知道你的秘密 对吧 什么 冲写 我来监看 哪有人像你这么讨厌的 欺负自己老婆 你变通一下行不行啊 我有机会发现一个很重大的秘密的 老公你把我一次求你了 不要跟我谈条件 你不要后悔啊 师叔 重新写过 人家说不行啊 我告诉你写什么吧 真的要写出来 阿醒他 那么多废话干嘛 我叫你写就写 你叫师叔写什么呀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你管得着吗 总之我叫他写什么 他就要写什么 你说要写的嘛 就写和你有重大关系的事情咯 和我有关系 现在给我看看 你这么堂堂正正 还怕有秘密让人家知道啊 不是呀 关我的事我当然想知道 你不用知道 我不想让你知道 看你的得意样 拿来 我看他 我写的我 干什么呀 别想打师叔主意 我告诉你啊 师叔啊 我先警告你 如果你敢偷偷地告诉阿醒 我就扣你的零用钱 不让你上街 哎呀 你们两夫妻耍花招 干嘛要扯上我呀 阿醒 我真的帮不了你了 我有事先走了 给我你 梁师傅 哎呀 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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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师傅 辛苦啊 我就来主持交接程序 一手交行李箱 一手交秘密 嗯 梁师傅 你的秘密盒里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真的很想知道 里面写的是什么 哈哈哈哈 文夫人 谢谢啊 谢谢啊 拿着 好好地看我行李箱 你小心一点 别偷看我的盒子才对 哼 什么了不起 这招我们走吧 好 走啦 梁师傅 不送 我们先走了 坐好 请 哎 慢慢长夜呀 哎 阿南 你真的不告诉我 你都写了些什么 可以 你让我看看行李箱 我就告诉你了 很划算的 不行 我不可以坚守自盗 那就一盘两散了 大家都不要知道啊 这下死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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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么顽皮了 嗯 哎呀 嗯 啊 嗯 哎 吃吗 哎 哎呀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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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别再胡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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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看守箱子而已 用不着弄成这样吧 你知道什么呀 来来来来来 我 把秘密还给我 嗯 嗯 你那个呢 给他吧 别想偷看啊 我知道的 你看好你自己 别忍不住把箱子打开了 一定不会一定不会 办妥了吗 我可要走了 一大清早把我叫到这里来 我先回去睡睡一会儿 哎 慢走啊 好 这 哎 送你出去 嗯 住手 哇 夫人 你想干嘛呀 人全都走了 当然是打开箱子看看了 哎 你明明在很多人面前答应 不会打开这个箱子 那现在没人了吗 那我是什么呀 我说过要保护他的 哎 哎 如果你打开这个箱子 我就让他们打开你的秘密箱 那你去说啊 我才没那么笨把秘密真的写上去呢 他们打开只一看白纸一张 那那那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了 所以我早就有所准备 早有准备 这个呢 是你的箱子 刚才拿走的那个呢 是我的箱子 我已经将我们的秘密写好了放进去了 你有什么理由帮人家不帮自己老婆啊 这叫帮礼不帮亲 那你写了什么上去啊 我不说 只有你不打开这个箱子 你的秘密自然就不会让人家知道的 老公 是吗 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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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